第33屆金曲獎即將要登場 歌手Yellow黃瑄以及客家妹陳明珠 一同主持了特級節目《入圍就是肯定》 召來了眾多歌手向觀眾分享作品 還有日圍金曲獎的感想 而黃瑄舞裡頭的主持風格 也讓陳明珠還有來賓差一點週假不住 我要好好的為大家來介紹我的partners 同時也是今年的金曲歌王的候選人之一 穿著一身牛仔套裝頂著光頭造型 創作歌手Yellow黃瑄 合體客家妹陳明珠 在金曲特級節目《入圍就是肯定》 以主持人和入圍者身份大談創作過程 我做這張專輯一開始 我是不知道會變成這副德性 我覺得我自己的創作的路徑 跟創作的這個過程 很像是捷克與魔鬥的這個捷克 透過創作的這個過程 跟透過創作的這個工具去認識自己 向來仍來風的黃瑄 不只讓陳明珠有些招架不住 就連同樣要繳竹歌王寶座的小隊長 盧廣仲也都快hold不住 當你看到這個人聽到這個話的時候 你會感覺高度不一樣 高度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氣度 這個就是格局 我感受到了 我學習到了 我領教到了 此外黃瑄還捍衛如宣約定 兩個人如果都得獎 要組成《宣宣宇宙》 入圍者在節目上分享作品和入圍感想 讓人實在好奇 最後金曲歌王歌后角落誰家 而黃瑄成明珠這一棟一鏡的組合 還扛下金曲星光大道重任 讓人很期待會碰出什麼火花 記者綜合報導 好